好 大家好 新北市汐止區 15號下午發生了機車對撞車禍 原警到場看到教室機車車牌 怎麼越看越眼熟 原來這輛車是一名毒品通氣犯 然而警方在車廂裡面 果真也發現了安非他命 但怎麼會是另外黃信男子在騎 原來兩個人本來都是保全公司同事 黃信男子沒有逮捕工具 對方借機車 然而沒想到現在出事 警方貨報到場要將傷者送醫 因為這裡剛剛發生車禍意外 兩輛機車對撞橫躺路中間 但沒有想到原警處理到一半時 卻發現 打開車廂原警隨便翻一翻 在遺墊下的夾層裡找到毒品 這下可讓黃信駕駛傻眼了 因為這輛機車不是他的 而是跟朋友借來的 不知道 不知道你還可以說 稱為是朋友嗎 你太相信這個人了吧 我太相信了 車禍發生在新北市汐止區 15號下午4點多 33歲的黃信男子騎車要去包圈公司上班 經過潔心路時騎太快 剎車不及撞傷對象的機車 兩人受到輕傷 警方到場後一看 這輛肇事的機車車牌怎麼好眼熟 一等一下這不就是毒品通緝犯的機車嗎 果然在車廂裡查獲一包安非他命 追問之下才知道他們兩人是同事關係 黃信駕駛因為沒有代步工具 所以對方才好心借機車使用 但現在出事了這名通緝犯同事還人間蒸發 黃信男子也當場被警方帶回政辦 機車的置物箱內發現一包 安非他命總重0.34克 黃藍當場嚇一跳 直呼真的是被朋友害慘 警方查後上訴的物品 並將黃藍帶回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送市民地檢署偵辦 男子物交損友這下可虧大了 偏偏對方還搞消失找不到人 在法官給出清白之前 這趟渾水只能先由他自己扛下了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